我们要了解这个对立冲突啊 必须要先解决它的起因 它的成因 而不是就冲突去处理谁对谁错 所以去解决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的合不来 那么我们来看 在这个八式规矩颂里面呢 我们要了解的是这整个八式 它形成了我们整个身心世界的状态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对法讲的 要不离开十八戒十二处 但是呢 它其实就是从八个式来认识这个世界 来认识这个世界跟这个式认识 好 那我们要看呢 我们从每一式的规则来看 譬如说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人在做什么 他的拍照对不对 好那他拍什么 是不是有一个被拍的对象 好那这个人又在做什么 他在共灯 然后他在共的那个对象 虽然没有在影像中 但是他一定是有一个对象 是不是他会不会平宫在那边拿一个那个灯 在那边走来走去 应该不会 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规则叫做尽量性 这个尽量性是什么 前五式的第一句 第六式的第一句 每一式的第一句就在讲尽量性 但是我们先认识什么叫做静 什么叫做量 什么叫做性 所谓的量 就是刚才我们在看 我们在听 现在各位在看 是谁在看 你在看 你在看谁 你在看 这个PPT是不是 好所以 你在看 能看的这个 叫做能 被看的对象叫做什么 所 就是你被看 你在听 能看的是你嘛 叫做能 但是被看 被听的呢 叫做所 好 能看的 我们在看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把两尺 要测量一下 我看 我要用什么看 我要用什么角度来量 衡量一下 现在的状况 好 被看的这个所 被关的这个所 或被听的这个所 叫做静 什么静 好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一个叫做量 一个叫做静 好 能看 对 所 看 能听 对 所 听 之后 会产生一种性质 一种会产生一种结果 好 那我们先看静 有三种 第一种 叫做性静 第二种 叫做带直静 第三种 叫做独隐静 性静 就是依据本性 而呈现的现象 譬如说 譬如说 这是什么 饭 好 它是什么色 白色 然后它看起来是热的还是冷的 有没有看到 有 为什么 因为 如果它是热的 它就会依据它的热而呈现烟 如果它是硬的 它就会依据它的硬而呈现它的现象 所以地板是硬的还是软的 水是湿的还是干的 好 那火是热的还是冷的 好 那风是动的还是不动的 好 所以呢 这个万物呢 它有它自己的特性 地是坚硬的 水是湿润的 火是 火是什么 好 很热的 温度嘛 风呢 它是流动的 它依据它的本性 依据它的特性 呈现出它的一个像 这样子的静叫做性静 记得懂吗 可以哈 好 再来 从它的本质上 戴上一点偏差 或者是被误解 或者是被扭曲 或者是被戴上有色的眼镜 比如说各位的脸色本来是红润 可是我为什么觉得怎么每一个人脸都黑的 为什么 因为我戴什么 墨镜来上课啊 说哎 怎么大家脸都那么绿啊 气色不好 印堂发绿 因为我戴绿色的墨镜 所以呢 当我戴上了某一种 绿过的镜 或者是有色的眼镜 我看到的这个值就会变化 叫做戴值 戴上的这个 它就没有依据它的本性 它就有点变值了 好 譬如说 来 杯弓蛇饮 这个人去喝酒 结果他看到酒杯里面有一只蛇 这个蛇是哪里来的 是杯子里面的蛇吗 不是 是墙壁上的弓它倒影了之后 它把这个形状看成蛇 所以这个镜是不是真的有一只蛇在那边 不是 但是它是透过一个实际上的东西 而被它扭曲了之后呈现一只蛇 所以它就叫做什么镜 戴直镜 了解吗 有没有像蛇 有 因为这个弓的形状很像 所以这个叫做戴直 好 那另外第三种叫做毒影 什么叫毒影 毒影就是没有那个东西呈现出来 我们没有依据某一个对象某一种实际 自己幻想的叫做单独 单独的影像 就是自己幻想 幻觉 这样了解吗 这个叫做毒影 自己想象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大家能不能够分辨什么叫做性静 戴直静跟毒影静 好 好这里是一台捷运的车子 这个车向上啊 因为一大早大家要去上班 所以在做嘛 睡觉发呆东看西看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姐 她现在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鞋跟掉了对不对 好那鞋跟掉了她把鞋跟弄起来 然后当她站起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什么是 好 这个鞋跟掉了下去 然后呢当她站起来的这瞬间 响起了一支手机 手机的铃声叫做 好这是什么静 性静对不对 好那这个小姐呢 现在大家看到的她也是性静对不对 好那这一根管子呢 她也是性静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 哒哒哒哒之后呢 她们会这样 所以呢 她就开始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都自己集中到那一位可爱的小姐身上 好为什么 因为这个声音配上这一根管子 再配上这一位长腿的小姐 刚好组成了一个脑中的画面 什么画面 跳了什么 跳什么舞 好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难免都有同样的记忆库 所以尤其是这一群男士还是女士 有这样子的情境出现 然后还阻止这个睡着的人起来接电话 为什么 因为他们想要继续看下去 看这个小姐是要站好还是要怎么怎么办 她要继续下一个动作 所以当他们看到那个管不是那个管 看到那个小姐不是那个小姐 看听到那个声音不是那个声音 可是他们却把它想成那个声音 这是什么镜 待直镜 好等到他们下车之后 到了公司 想到这一幕还会笑 请问那时候是什么镜 读影镜 这样OK 这样子大家都会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三镜 好三镜 为什么会有这三镜 因为我们在读环 这个镜的时候 用这三种 三种量的方式来读 第一种叫做限量 又叫限量 我们去量这个镜的时候 就直接现场 现在这个当下 你看到什么就是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就听到什么 所以完全没有带扭曲 也没有带自己的意见 就直接copy 这个叫做限量 又叫限量 但是看了之后我们会比对一下 比对就是大概推测 或者是会跟我以前的比较一下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色 我们会比对相似的颜色 是蓝吗 接近蓝不是蓝 是绿吗 接近绿又不是绿 是老鼠吗 接近老鼠 可是它不是老鼠 所以我们会去做一个比对 这个时候叫做比量 又叫比量 这样了解 然后比的结果有对有错 如果比错 就叫做飞量 这样OK吗 这样可以 限量比量跟飞量 限量比量飞量 对性静带直静读引静 结果你会产生三种反应 第一种就是善 你会产生好的反应 就是善 我会起善念 我会起好的念头 那还有一种就是起恶念 像刚才看到的那个小姐 然后大家就等着看好戏 那是什么念 是不怀好意 是不是 就是恶念 那再来呢 还有一种就是继续发呆 继续没有感觉 叫做无忌 不是善也不是恶 这个无忌还分成两种 一种是有烦恼 我只是不发作 没有意见 但是不表示 不会咬人的狗 不表示他永远都不会咬人 他只是静静在那边 他不想咬而已 但是有一天 他还是会转变成善跟恶 如果那个力量够大的话 那但是另外一种无忌 他是真正清静的无忌 就是没有 真的叫做非善非恶 一种是有烦恼的非善非恶 一种是没有烦恼的非善非恶 这样了解 好 那我们来看 这样大家知道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好 这是冬天 而且是严冬 严冬的早晨要上班 是一种非常折磨人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的车子啊 已经附上了风雪冰霜 所以他必须要把他的车子 怎样 好 看到这个画面都觉得很冷 冷到 好 终于 终于好了之后发生了一个晴天霹雳 好 为什么 晴天霹雳不是前面堵住 是他刚才根本就是弄错车 好 为什么 他以为这一台是谁的车 以为这一台是他的车 那这个以为是什么量 飞量 他看这个形状 他以为是我的嘛 这时候是比嘛 比完之后 他整理好这个车 结果发现哪一台才是他的 这一台才是 所以他刚才就弄错 叫做飞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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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